Sekundi 現在情況比SARS還要嚴重 基本上全保很大 你只知道香港地方的租金很貴 完全根本你要零收入 有沒有可能的東西 不是說幾百萬美開頭 老實說你用得以再幾多個月 想出街消費你都消費不起 儘量在家裡煮飯 少許外出也沒辦法 我們開旅遊巴的約兩萬元左右 那時大概收入少了半 那時每個月都維持到賣9000元 基本上現在是零 這兩個月來是完全零收入 大部分都停車流職 很多公司都停車了 叫伙計放新 這次津貼車主兩萬元一部旅遊巴 旅行社八萬元一個旅行社 那我們的旅遊巴司機呢 我們司機一房子都分不到給我們 始終政府的資助真是不足 對於我們旅遊巴司機 團隊遊服部的非專利巴士大約有1500步 去年社會運動的情況影響 我們旅行團的數目都大跌了九成 踏入了2020年 出現了新型肺炎 我們旅行團的數目已經去到零 大家都要新計 所以有些司機自己 都可能去做其他工作 或者去駕駛其他車輛 但亦都受制於整體的社會經濟都是差的 所以就算現在說要找份兼職 都其實是難的 巴士公司他們都是用自己 可以正如儲備或建議去應付現在的艱難情況 所以業界整體都希望政府可以加大援手 我們希望政府向每部旅遊巴 提供不少於15萬的補助